养过狗狗的人都知道 狗狗这种动物活泼好动 只要没人在旁边看着 就会上跳下窜 比如说哈士奇这种品种 甚至还会拆虾 很多主人都不喜欢养它 但是对于平时就安稳的宠物狗来说 几乎很少会把东西弄坏 让主人不放心 视频中的这两只狗狗 平时非常听话 可是这一天 不知道怎么了 却一直在跑土 任凭主人怎么拉都不肯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一天 主人像往常一样 带着两条狗出去散步 狗狗平时在家活动不是很自由 毕竟室内的活动空间只有那么大 在外面就不一样了 空旷的草地会让狗狗心情愉悦 看看周围美丽的风景也不错 并且 主人在拉狗狗运动的时候 自己顺便可以放松一下 两只狗狗本来在路上行走得好好的 可是经过一块土地的时候 却怎么都不走了 两只狗狗不约而同地站在这块土地面前 并且用自己的爪子一直跑土 主人对此很不解 这块土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它和周围的土融为一体 看不出来任何端倪 但是狗狗却不这样想 仍然在专注地挖着土 主人心想 这两只狗狗应该闲着无聊没事做 所以跑土完也就没当回事 准备在周围的附近做运动 看着主人走远 按平时狗狗的性格来说 就会赶紧跟上前去 但是今天却没有 它们仍然在原地挖着土 主人也是想试探两只狗狗一下 看自己走了狗狗会是什么反应 但是自己已经走了几十米远了 狗狗仍然没有出现在自己的身后 这一下可让主人打起精神了 莫非这块土地有什么端倪吗 主人也没心思运动了 又返回了原地 两只狗狗用自己的爪子 用力地挖着土 小爪子都变红了 主人甚至用自己的手将狗狗控制着 不许它们继续玩 狗狗还是从主人的怀里挣脱出来 主人强行劝也没有任何结果 还不如让它们继续挖着呢 不一会儿 土地里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不明生物 这是什么东西啊 当这个不明生物显现出来的时候 狗狗才停止了手头的工作 主人不远处看到了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走近一看 发现是一只小动物 只见它全身毛发还没有长全 好像刚刚出生似的 这具体是什么生物 还得慢慢研究 好像这个小家伙还有一丝呼吸 狗狗看到这个生物 眼神可怜巴巴地望着主人 好像在祈求能够把这个小动物带回家 主人看到两只狗狗拥有如此善良的心灵 便同意将它带回去 其实 这个主人是一个独居男人 换作是其他男人 估计都不会把这个小动物带回家 正是因为男人经常一个人生活 养着两只狗狗 也是因为自己太孤单了 曾经的男人总是喜欢一个人出现在社交环境里 据他的邻居讲 该男子在没有两只狗狗作为陪伴之前 性格孤僻 与周围的人见面也不打招呼 很多人都以为他精神有问题 这只是因为其他人不了解他 在男人的内心深处 其实是非常渴望交朋友的 但是由于自己没有亲人保护 且家境贫寒 内心自卑 让他无法主动去接触别人 害怕别人不和自己玩 每当看到一大群人成群结队的在一起 有说有笑的时候 自己内心是十分羡慕的 可是又能怎么办呢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不与别人接触 能暂时让自己减轻负担 但是人毕竟是群体动物 长期以往下去是绝对不行的 周围的好心人给男子提出了一个建议 就是先从饲养动物开始 毕竟动物是有生命的 虽然他们不懂人类的语言 但是还是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情感的 男子既然无法与人主动打招呼 那么就先与周围的小动物做朋友开始 男子采纳了这个意见 就先买了一只狗狗作为自己的玩伴 一开始的男子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狗狗身上 可能从来没有感受到这么亲密的关系 男子的爱心爆棚 每天都在狗狗身边 但随着理智的清醒 男子需要工作和生活 这时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每次男子工作的时候 家里就只剩下狗狗独自玩耍了 这不就是曾经的男子的生活吗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 男子往家里买了另一只狗狗 这样的话 即使自己上班两只狗狗也可以互相做个伴 两只狗狗在一起比一个狗狗孤零零的好太多了 两只狗狗性格都比较温顺 不是那种好动的类型 与主人很搭配 平时主人会拉着两只狗狗去外面遛弯 狗狗从来没有不听男子的指挥 只要男子吩咐的事情 狗狗都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完成 所以这一天 两只狗狗的异常行为让男子感到非常奇怪 还好发现了罪魁祸首是一只小动物 但是这个动物具体是什么还不知道 将这个不明生物带回家之后 男子给它喂了水 两只狗狗分别用自己的舌头 轻轻抚摸着这个小家伙的背部 试图叫醒它 可能是因为在外面待的时间久了 所以这个小东西呼吸很微弱 至于能不能恢复意识还不知道呢 可是男子并没有放弃 用自己的双手给小动物带去温暖 没过多久 小动物的气息平稳了一些 但是看样子还是不知道是什么生物 男子心想 养养看吧 说不定是一只可爱的小狗呢 在男子和两个狗狗的照料之下 这个小动物越长越大了 它的毛发是黑色的 发质非常蓬松 尾巴长长的 好像是一只小松鼠 按照常理来说松鼠和狗狗生活在一起是会打架的 但是这个情况在他们身上并没有发生 反而相处得非常和谐 有时候主人不在家里去工作的时候 两只狗狗就承担起了家长的角色 把这个小家伙照顾得特别好 男子刚开始上班的时候还心不在焉 害怕家里的三只小宠物打架斗殴 但是每次回到家都看到他们和谐地待在地板上 看上去像幸福的一家人 虽然他们品种不一样 但是这份爱却跨越了种族 这个小松鼠到自己家之后 原本丰富的生活变得更加色彩斑斓 男子出去带狗狗溜弯的时候 也会把小松鼠带着 小松鼠也特别喜欢室外的环境 在绿色的草地上蹦蹦跳跳 狗狗会上前去追 男子看着眼前的一幕 感觉幸福是如此地靠近自己 在和动物一天天的相处中 男子也渐渐主动去接触他人 他结交了很多新的朋友 男子原本封闭的心打开了 周围人对男子的变化很是惊讶 从来没有想过 男子会在动物们的帮助下打开心扉 是啊 有时候动物对人的帮助更加深刻 也许小动物并不能代替自己赚钱 但他们可以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 这种感情是金钱永远比不了的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别忘记订阅 点赞和评论 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感人小故事 那么 我们下期再见